干下了无数的错事 当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之时 便会放弃自己 选择去过着一些堕落微微的生活 但这些生活却会像毒药一样 不断蚕食自己残破的生命 那么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因大多数人家缺乏了自我醒觉的意识 所以他们会选择继续沉门下去 而仅有的少数的人 会像女主角一样 选择走第二条路 当他从戒毒中心走出来的一刻 黑然看见那张太平洋山脊的海报 突然间灵光一闪 谁把心一横 还自己的生命也是减回来的 何不在这荒山野岭之间 狂野行一千呢? 所以若你问不者 这套电影好看与否 其实要十斌视乎你现时的心境 若你一直以来皆顺风顺水 是个生活无缺的人 可能会看不懂女主角的困境 难以明白为何这个娇小玲珑 让貌娟好的年轻女子 为何要背起那个被自己还要重的背囊 在旷野沙漠之中 劈足了九十天的苦 由加拿大的大平洋翠原暴导 暴行至墨西哥的边境去 不者时尚于本蓝表示 最爱看哪些孤岛类电影 即是指主角 刻意避开凡尘人群的束缚 过着自己喜爱的独处生活 却依然觉得油然自得 逍遥自在 当中的表表者 便属猫屎先生 As Good As It Gets 寡老非行日记 Babinier 等电影为代表 而罕有地 本片却是不者看过的第一套 以女性为主角的孤岛电影 而且女主角在她的整个步行过程之中 一点而也不享受 只不停的被她过往的不愉快经历 纏扰着自己 几乎将她弄成了疯子 讽刺的是 古往今来 很多人家以为 只有当一个人离群独处 深夜冥想静思之时 方能够体现自己 发掘己的潜能 进一步洗的 静发自己的心灵等 但不者从网台上的节目上 却听到了一个理论 就是一言论 与及两言论对立之说 此理论大概说 人不能靠自己一个人 去体验自己的存在 却需要另一个人去验证 自己是否真的存在于 这个世间之中 因为长期一个人独处 自己的感官及思维 狠意辩会自我搞乱了 究竟自己现时所看所听之事物 是真的从感官上触碰到 还是自老子女虚而幻想出来的假象 例如气内那头狐狸 究竟是真事简呢 自己独过而一个根本不能够分辨真假 夸张一点说 就算自己真的死了 变成了孤魂野鬼 也不能自我各知 所以观众在本片之中 看见女主角在那九十篇的苦行之中 不论见到任何的事与物 都只会触碰到她以往惨痛的记忆 因为缺乏一个宣洩的缺口 她便月变成一个痛苦的孤魂 一点也不能直读去解决自己 反倒是在最后 她碰到了那个墨西哥小孩 向她唱了一首《红河川》 却将她多日来的前妖 一下子找到了宣洩 证实自己的人生 并未如自己想象般残缺 所以只有外来的力量 才能点化自己 这起非而言论的实证 最后 不者十分喜爱这套电影 不单因为女主角表现出色 同时也因为自己以往 甚至乎近日 也遇上很多不愉快的事 真的希望能够像她那样 走往南美洲那里 狂野行一番 最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 请在YouTube上订阅 点赞 给予正评 姐姐 1,2,3,2,3.